俄军侵略乌克兰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逃难潮 联合国统计至少已经有250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绝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弱势族群 国际公益团体非常担忧 贩卖人口歹徒可能趁着兵荒马乱混进难民营 假借各种民意把妇女跟小孩带走卖掉 让本来孤苦无依的乌克兰难民再度掉进不幸深渊 乌克兰难民躲避战火西家带卷 老的老小的小窝在波兰摩尔多瓦等国的难民收容中心 吃睡环境都非常简陋 大家疲累不堪 面对未知的前途更是一脸茫然与惊恐 而这一两百万乌克兰难民散居各国 除了可能要在难民常住酒居 更可能成为贩卖人口集团下手的目标 协助安置难民的联合国志工担心 在此兵荒马乱之际 国际人口贩子可能混杂在难民中间假好心 宣称可以提供签证吃住和金钱的援助 诈骗老弱妇孺把他们卖掉 到难民服务的各国人道援助团体表示 他们也会跟难民加强宣导 如何保护自己别上当别民路 以免不小心掉进贩卖人口集团的陷阱 世界展望会呼吁乌克兰难民 必须有危机意识三思而行 尤其是女性和年轻人 手机必须充保电 每次乘车都要记住车号 跟具有公信力的国际志工 保持密切联系 随时通报去向和所在位置 以免遭遇不测人间蒸发 成为人口贩卖集团的战利品 幸运逃离战火 却又掉进更可怕的地狱 杨正平编译